一个是韩国的白富美冰湖队长,一个是中国的普通冰湖运动员 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对手,跨过了重重艰难阻碍,最终走到了一起 他们就是金智善和徐晓明 2006年,在一场冰湖比赛中,中国队和韩国队在决赛上狭路相逢 两队之间的比分咬得很紧,比赛也是异常的激烈 中国的运动员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以三分的优势成功击败了对手 赢得了比赛冠军 而在这场比赛中,徐晓明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在赛场上的英姿吸引了看台上一位韩国女运动员的注意 她就是韩国冰湖队的队长金智善 金智善是一位典型的韩国美女,性格活泼,家境富裕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白富美 2007年,韩国运动员一起到中国参加集训,交流学习 金智善的父亲是一家大型冰上用品的董事长 所以金智善也获得了这次交流的机会 他也在这里再一次遇见了徐晓明 当时金智善刚到中国的时候还不会说中文 为了能和中国的队员们一起交流 性格活泼的金智善经常会向他们虚心请教 而这其中要述徐晓明最有耐心 这就让金智善在异国他乡感到非常的温暖 徐晓明属于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当他遇到了性格活泼的金智善 相处的也非常的融洽 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他们一起聊冰湖,聊中国,聊未来 越聊越开心 慢慢的,两个人就对彼此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都说女追男隔层杀 在金智善猛烈的攻势下 他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然而两个人的这段感情却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 因为之前说过,金智善的父亲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更何况还是在韩国 所以,金智善从小就过着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 而徐晓明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小伙子 父亲是一名兵户教练 所以,两个人的家庭完全可以说是门不当,户不对 如果说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那么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徐晓明在和金智善接触了解之后 也深深地意识到两个家庭的不同 让他变得有些自卑 甚至想要逃避 就连徐晓明的父母也强烈反对这段感情 毕竟,有钱人家的千金大小姐 这可是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而金智善一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在金智善的父母看来 女儿如果找一个中国的男朋友 那么将来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 跨国恋先不说 光是语言不通,生活习惯 两个人之间就有很多的不同 而且,女儿一旦将来嫁到了中国 那么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 就变得比之前更加短暂了 对于自己的感情 金智善还是决定坚定地迈出自己的那一步 他要将婚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徐晓明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打退堂鼓 但是在金智善的鼓励下 还是决定向金智善的父母证明自己是他们女儿永远的守护者 两个人并没有选择直接和长辈们对抗 而是选择慢慢地用行动融化他们心中的隔阂 两个人为了证明自己对彼此的感情都开始学习了对方的语言 这样以便于更好的交流 除此之外 因为是一国恋 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很少 都非常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 为了尽快地结束这种局面 金智善不顾父母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来到了中国 徐晓明也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 两个人就这样同聚在了一起 徐晓明也会经常教授金智善冰湖技巧 所以金智善在那之后 在冰湖方面也是突飞猛进 然而很多人认为 金智善之所以来到中国 就是想要偷学技巧 这自然让金智善觉得非常的委屈 不过 好在徐晓明并没有因为外界的流言蜚语而抛弃他 而是时时刻刻陪在女朋友身边 及时地开导 帮助金智善走出阴霾 然而在之后的一场中韩比赛中 韩国队赢了中国队 而金智善也是那场比赛中的一员 所以从那以后 有不少的人在骂金智善的同时 也会诋毁徐晓明背叛了中国 但是两个人也并没有因此分手 而是一起携手渡过了难关 2009年 在索契的冬奥会比赛上 徐晓明和他的队友们 在比赛场上的优异表现 也让金智善的父母开始对他有所改观 双方父母看孩子们都那么坚持这段感情 也就同意了他们的交往 2011年 两个人的爱情修得正果 他们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两个人也在这一年 在冰湖项目上也双双赢得了比赛 可谓是双喜临门 结婚之后 徐晓明非常体贴疼爱自己的妻子 从来不舍得让金智善去做家务 只要一有功夫 就会给妻子做中国的美食 还会耐心的教金智善学习中国话 因为不放心妻子一个人出门 所以即使手头上有工作 在得知妻子要出门的时候 还是会放下工作陪他逛街 2014年 幸福大人迎来了属于他们爱情的结晶 当时 徐晓明已经从冰湖队退役成为了一名教练 在妻子怀孕之后 每天训练完 徐晓明都会推掉所有的应酬 专心回家陪伴妻子 作为一名新手爸爸 徐晓明显得非常的负责 他会特意去研究 孕妇在怀孕的时候吃什么更健康 还会在网上查询如何照顾新生儿 对金智善也是百般体贴 就让金智善觉得非常幸福 2014年的年底 金智善顺利生下了一个宝宝 在生产完之后 医生将金智善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 徐晓明并没有急着去看自己的孩子 而是第一时间走到了金智善面前 感谢他的付出 一个是韩国的美女队长 一个是中国的运动员 爱情不分国界 即使双方家庭条件之间存在着差距 夫妻二人一起携手渡过难关 并走到了一起 如今一家人的生活 也是非常的幸福美满 金智善和徐晓明都在上海担任冰湖教练 一起为中国的冰湖运动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